尾边好看一点啊 好的 你去拿点小冰鲜 再拿些橄榄菜来 橄榄鲜和橄榄菜 对 好的 你来这儿干吗呀 看看我们这里 有没有可以开除的人是吧 对 干吗 装得可怜兮兮的 何同琴啊 这里是厨房 闲人免禁 半天还没有被收购呢 要按半天的规矩来 我们这里不欢迎 请你马上离开 碍手碍脚 那里就可以搬入住了 没事 我正好 红宝石的客人又有一些会议室 你去安排一下 好 知道了 有没有空 跟我聊聊去 什么 沙莉是你的妹妹 这太不可思议了 自从我看过父亲以后 就好像收回了一件 我不喜欢的合约书 把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 完全毁掉了 随风而入 只有这样 我才能够继续地活下去 但你们毕竟是亲人 是吗 是吗 可我对她一点亲切的感觉都没有 那你看到沙莉是什么感觉 难受 那种感觉就好像 被人家 掐着喉咙 透不过气 非常难受 沙莉以前的确实吃了不少的苦 那是肯定的 这么小就被收养 她的命运注定是痛苦的 为什么 被收养的孩子 就像身上有一道 永远不能愈合的疤痕 被自己的亲生父母的勇气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下 重新来过 每一天做每一件事情 都非常非常小心 真怕会 学不了养父养母 然后再被遗弃 那种感受 平常人是没办法理解的 可至少你是成功了 我成功 不能把项链挂在心爱的女人的脖子上 这算是成功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 很奇怪 在你的秘密花园里面 把什么都淘出来了 没关系 其实 今天听你说说这些心里话 我倒是觉得 觉得怎么样 觉得 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忍情味 我觉得 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洞 又可以钻进一类新的洞 那你钻进这个洞里的时候 有没有看清楚过 我是不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显露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看清楚的 杀了你打算怎么告诉她 这可是个难题啊 刚刚我去找她的时候 她对我非常反感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 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帮忙 谁 谁 林初光 阿姨 我出去一下 小郑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小姐 董事长 董事长让我保护你二十四小时的人身安全 我不需要 我晚上学校有活动 我要去参加 恐怕没这个必要了吧 学校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 您暂时不用去 谁让你们帮我打招呼的 董事长 那我跟西西晚上去逛夜市 如果你想跟着我 我没意见 这个不大好吧 董事长说了 您要二十四小时在一家待着 你让开 让开 这是董事长的命令 我必须服从 小姐 我送你 干吗呢 你可出来了 看你那半死不活的样子 就知道 又在这儿想他呢吧 不就谈恋爱嘛 这不用天天待在一块吧 你不知道 佳萱又被他爸爸关起来了 他现在肯定很难受 谁让他有那么个爸爸呢 其实这事也怪我 要不是我让他去投资料 他也不至于这样 那也没办法 你呀 就等着你的公主被赏免吧 你是不是朋友啊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 你帮帮我 什么东西 老板 你们也没 他们找到了 他在哪里 我们赶紧去找他 就在宁波 就在宁波 文泽叔 萨利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号 出生于宁波 一九九一年七月 被澳门查理夫妇收养 十三岁 林仰达的夫妇离婚 十五岁 临终 萨利 萨利 我和晓鑫姐俱在一起 那我 喝咋了 好 晚安 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叫文泽书的 没有 那叫Sally的呢 那叫Sally的呢 收获去 你打错了 我觉得现在 我还是不应该去认这个妹妹 因为我们要收购的酒店 就是她工作的酒店 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呢 老师 阿兰 你们 你好 你好 先生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后厨怎么走 后厨啊 前面这个口左转就是 好 谢谢 不客气